好 我们来继续看第22章外币折算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章的核心考点有哪些 作为外币折算的外币不是外国货币 而是记账本币以外的货币 所以对于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我们要从客观体角度有所了解 那么外币交易的快据处理 无非是两个时点上的两个项目 一个是交易发生日 一个是期末时 也可以叫结算时 这两个时点上的两个项目是谁呢 一个是外币的货币项目 一个是外币的非货币项目 在交易发生日时 无论是货币还是非货币项目 都按照交易发生日的极其汇率 或者极其汇率的近似汇率来折算 但是到底有哪个汇率 讨地会已知 那么这是交易发生日 在交易发生日 特别是对于外币的货币项目 我们要进行双重登记的 为什么要双重登记呢 因为你双重登记之后 等到期末时 对于外币的货币项目 我们要算它的汇兑差额 用外币的期末余额 乘以期末汇率 减去你外币的机场本币 直接算过来的金额 两者之差 我们走的是汇兑差额 当然那汇兑差额呢 如果是资产增加 叫汇兑收益 如果是资产减少 叫汇兑损失 如果是负债增加 是汇兑损失 如果是负债减少 是汇兑收益 到底是损失还是收益 我们得看你是资产还是负债 这样看实际情况 当然到期末时 这个非货币项目 非货币项目本身呢 也是有些特殊情况 需要考虑算汇兑差额的 你比如说 这个比较特殊的 像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的 供应价值变动 走的是其他总和收益 但其他债权投资的 汇兑差额走的是财务费用 你比如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无论是供应价值变动 还是汇兑差额 统一走的都是 其他总和收益 这说的是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变动基础 其他总和收益的 这些金融资产 如果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无论是汇兑差额 还是供应价值变动 我们统一把它走到了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说 到期末时 别管是货币项目 非货币项目 都可能有考虑 而这货币项目呢 它一定要算 它的汇兑差额 而非货币项目 我们要特别关注 这个金融资产的 汇兑差额的问题 在这里边呢 就和借款费用里的 外币借款的 汇兑差额连上了 大家都知道 在借款费用里边 如果是法定资本化 期间之内的 专门借款的 外币的本金 或利息的汇兑差额 是要资本化的 除此之外 只能费用化 那么这里边 我们就有个汇兑差额的问题 当然 在期末算汇兑差额时 如果不是资本化的 我们统一走到财务费用里去 当然特殊情况 也就是走到其他中国收益了 如果是资本化的 可能要把汇兑差额走到 在建工程 对于外币报表折算 记住两件事 一 在具体折算时 那个汇率的选择 这是容易从客观题来考大家的 除此之外 那个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怎么处理 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内容 总体来讲 外币折算在考试中 通常考一道客观题 二分左右 但是 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外币折算内容 竟然和金融资产的问题 混在一起 出现在了大题中 所以 我们前后贯通的学习 是非常必要的 你愿意考在本章 你就考 你考在别处 把外币内容 给它融在一起了 那也没关系 二零二零年 这一章考出了大题 是和金融资产的 汇兑差额的计算问题 结合在一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考点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首先要区分 你是外币的货币项目 还是非货币项目 这里的货币项目呢 跟我们 这个非货币资产交换里的 货币资产的认定 是一致的 那么作为非货币项目 你比如说 预付账款 预收款项 预收账款 预付账款 这都属于非货币项目 非货币项目 通常在期末时 我们是不算它的 汇兑差额的 但是有例外 像 你供应债势 进行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就比较例外 平时我们说这个 其他债权投资 或者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时 我们可能把它作为一个 这个非货币的项目来考虑 但是一旦加上外币内容之后 你比如说外币的 其他债权投资 这就是外币的货币项目 外币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就是外币的非货币项目 来 对于刚才说了 其他债权投资的 外币货币项目 它的汇兑差额走财务费用 它的供应债势变动 走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汇兑差额 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供应债势变动 也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当然 我们说其他债权投资的 利息带来的汇兑差额 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鼓励带来的汇兑差额 我们都把它走到财务费用中 我们继续看 作为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首先是外币交易发生日的时候 如果是进出口业务 我们大家一边看 首先将外币金额 按照交易日的集齐汇率 或者集齐汇率的近似汇率折算 按照折算后的金额登记有关账户 有在登记有关账户的同时 按照外币金额 记录相应的外币账户 这是出口或进口时 你比如说进口的资产 把它按照交易发生日的集齐汇率 折算成记账本币了 同时呢 如果有关税 你给它记上 因为关税 它属于价内税 要记上 但如果有增值税 你要可以抵扣的话 在借房走出记上税额 你要是如果有支付的是银行存款 是外币 你比如说代记银行存款美元 或者你形成的应付账款美元户 这时候呢 别管是给的银行存款的美元 还是形成的应付账款美元户 他们都需要双重农机的 因为你比如说你买来的是设备 你借记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项目是非货币项目 而你的银行存款美元和应付账款美元 这是外币的货品项目 货品项目我们需要双重登基 作为外币借款业务 那么借贷方均需要双重登基 比如说你借来的是美元 借银行存款美元 代记短期借款美元 这俩都属于外币的货币性项目 都需要双重登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接受外币资本投资时 我们只能按照交易方式的 集齐汇率来折算 并且这是规定好的 只能是交易方式的集齐汇率 既不能用合同汇率 也不能用近似汇率 但是呢 外币资本投资者的投资比例 那个比例多少 你不能说硬性的按集齐汇率 而是按照合同汇率来确定 对于外币的兑换业务 大家就记住一件事 别管你是 拿外币到银行去兑换成人民币 也就是说你把外币卖给银行 还是拿记账本币到银行去买外币 总之最后你形成的汇率差额 一定在借方 要不在借方 你就错了 一定在借方 让你形成财务费用 受伤的是你 这就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外币 比如说美元卖给银行时 银行按照买入价往里走 你要到银行去买美元时 银行收你的是卖出价 银行的外币卖出价高于买入价 中间价就是卖入卖出价的中间平均 所以你要是拿外币到银行去兑换 或者你拿人民币到银行去买外币 在这个合算过程中 差额永远在你账上出现在借方走财务费用 这就对了 假如你在代方 你跟银行去兑换 你还能出现代方的财务费用 形成收益的话 这事事有罚就你把这账写错了 好我们来继续看 到了资产负债表日的时候 资产负债表日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外币的货币项目 对于外币货币项目在资产负债表日时 我们要算它的期末汇兑损益的 期末汇兑损益的确认怎么办 首先要找到外币货币项目的期末余额 这个期末余额是你用双重登记的 那个外币的项目的金额 是用外币金额算过来的 始终是外币金额 到期末是有外币的余额 用外币余额乘以期末的集期汇率 减去谁呢 括号里边说的是 记账本币的期处余额加 本期增加记账本币 减本期减少记账本币 其实就是减去记账本币 持续计算过来的那个结果 用期末外币余额乘期末汇率 减记账本币算出来的那个结果 减完之后的差额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汇兑损益 如果这个差额是资产类 是正数 这叫汇兑收益 如果这个差额是资产类是负数 它是损失 反过来 如果这差额是负债 它是正数 负债增了 它是损失 如果这差额是负债 它却是负数 负债减了 它是收益 我们看 通常来讲 汇兑差额是要记住财务费用的 外币专门借款的本金利息 在资本化期间之内的汇兑差额 是要资本化记住再建工程的 这里边 到底是汇兑收益 汇兑损损失 我们要根据你是资产负债的类型 根据它是正号负号来判断 那么另外呢 如果是结算日 比如说往来结算 应收应付啊 借款结算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按照结算日的集集汇率来折算 因当日集集汇率欲出使确认时 或前一资产付表日的集集汇率 不通而产生的差额 我们也是汇兑损益 也就是说 假如你有应付账款 你偿还时 你给的如果是美元 你当日支付的美元 按美元当日的集集汇率来折算 但是你借记的应付账款 要按照当初形成的汇率去充捡 两个汇率不等形成差额 财务费用 此时就可能是借方 也可能是贷方了 因为呢 那得看实际情况了 还有 你收到应收账款时 你说收的是美元 当你收到美元时 建议送付美元 然后待机应收账款 你充捡的应收账款 一定用的是当初的那个汇率 或者是当初汇率 经历了一个期末时 期末汇率调整之后的那个汇率 你没经过期末 就当初经历过期末 应该是离你最近的一个上一个期末的汇率 这样的话 结算日我们也可以形成汇率差额 在借方时 通常这财务费用在借方是汇率损失 贷方时是汇率收益 那么在这里面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有时候企业可能用 比如说用记账本币去偿还外币借款 在用记账本币偿还时 你要是给他还账的话 你用记账本币去折算时 你是用卖出价折算呢 还是用外币的买入价折算呢 答案是 如果你用记账本币去抵偿债务的话 你要给人家的记账本币金额 是用外币的卖出价 为什么是卖出价呢 因为对方拿到你的记账本币金额 一转手到银行 同样可以买出他所需要等值的这个外币来 因为银行 你去银行买的话 银行是按照卖出价来卖给你外币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是拿记账本币去抵账 而不是拿外币去抵债的话 你只能用这个外币的卖出价来折算这记账本币 这样的话才是对方才可能是接受的 好我们来继续看 在资产分表日 我们已经说完了外币的货币性项目 怎么算会的差额 怎么在结算日去算它的汇率损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分表日的外币的非货币性项目 作为资产分表日的外币的非货币项目 我们分为这么几种情况 比如说通常以历史成本计量的非货币项目 常见的像固定资产啊无形资产啊 这事简单 怎么简单呢 就按照交易方式的极其汇率确定的历史成本 当初折算过来 资产分表日 不应改变其原记账本币的金额 不产生会的差额 比如说你进口的是固定资产 你进口来的是无形资产 那么当初按照交易方式的极其汇率 把它折算成记账本币了 到期末时还是这金额 咱不变化不调整没有汇率差额 这通常就是历史成本计量的 那么如果是成本于可变定值计量的存货呢 关键是假如存货的可变定值是以外币确定的 这时候要注意 先将 先将这个外币的可变定值啊 用资产付表日的极其汇率 把它折算为记账本币的可变定值 再用记账本币反映的可变定值 以记账本币反映的成本去比较 来看是否减值 这事挺简单的 就是说存货它有一个成本 这是记账本币反映的 因为你进货的 你买来的时候 比如说进口的存货 在交易方式的时候 你就按照当日的记账汇率把存货的成本给它 确认出来了 假如它期末的可变定值是外币的 那么你要把外币的可变定值 给它折算成记账本币的 一个记账本币的存货的可变定值 才可以和记账本币反映的存货的成本去比较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来看它是不是减值 好我们来继续看 那么这么一看呢 其实这个 外币反映的存货的可变定值的这件事 比我们平时存在存货的 期末GT减值容易多了 平时存货期末GT跌价准备时 考虑的事情非常多 你得把分成是商品存货还是非商品存货 商品存货按估计售价减税费算可变定值 非商品存货呢 你还要看它生在商品是否减值 商品减值了 存货才可能减值 商品没减值存货不减值 那那套逻辑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 而我们如果是在期末时 这个存货是 计账本币反的历史成本 可是它的可变定值是外币的话 你只需要把外币折过来再一比较 就可以确定它是不是减值 这个简单 另外 以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假如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别管是它的供应价值变动 还是会对差额 我们统一都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如果是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非货币性项目 比如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股票 做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无论是供应价值变动 还是会对差额 我们都统一走到其他生活收益里去 当然 如果是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外币的货币项目 你比如说那个 债权 其他债权投资 它的供应价值变动 走其他生活收益 它的会对差额 我们单独走的是财务费用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采用实际利率法 计算的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 外币利息产生的会对差额 我们记录的是当期损益 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的 外币 现金鼓励 产生的会对差额 我们记录的也是当期损益 这里边 也就是说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 金融资产的外币利息 说的是其他债权投资的外币项目 它产生的利息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的 外币现金鼓励 说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产生的现金鼓励 别管是利息的会对差额 是鼓励的会对差额 两者之差 我们都走的是 当期损益 都走财务费用 好 我们来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 境外经营财务报表的折算 在财务报表折算时 第一件事 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 也是每年考试 几乎必考的一道高频客观考题 就是这个 折算时的汇率选择 为什么他考评这么高呢 因为这题好出 怎么出 都可以变出新花样来 你比如说 首先作为资产负责表的 全部资产负债 采用的是资产负表日的 极其汇率来折算 这叫资产负表日的极其汇率 而资产负表中的所有者权益 未分利润是计算的 除未分利润以外的 均采用发生时的极其汇率 所以说所有者权益中的未分利润 他不用折 他是算来的 别人是折算 他只算不需要折 而所有者权益中的 还有一个盈于攻击的项目 按照我们考试和教材中的说法 他其实按的是平均汇率 这个盈于攻击的计题 用的是平均汇率 除了盈于攻击 未分利润之外的 所有者权益项目 像资本攻击 持收资本 采用的是发生时的极其汇率 这算 但总体来讲 资产负表中的资产负债项目 和所有者权益项目 还主要用的是极其汇率 只不过有资产负表日的极其汇率 有发生时的极其汇率 这叫一个汇率 这叫两个时点上的一个汇率 资产负表日的 还有发生时的 这两个时点 但都是极其汇率 那么利润表中的 所有收入费用 都采用交易发生时的极其汇率 或极其汇率的近似汇率 它是一个时点上的两个汇率 两个时点上的一个汇率 一个时点上的两个汇率 一个是极其汇率 一个是极其汇率的近似汇率 特别是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在合并报表中 我们单了一个项目 叫其他总和收益 但是合并报表中 这个其他总和收益 所反映的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其实它只是归属于 母公司这一块 为什么呢 当你把境外经营中的子公司 给它折算过来时 形成一个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在子公司的个别报表上 确实也走的是 其他总和收益 但这个其他总和收益 一旦进入合并报表之后 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 各项目 实际上被母公司的 长期管投资给抵消掉的 并且在抵消时 先把子公司的 所有的权益 各项目拿过来 切一块 叫少数股东权益 因此 这个子公司带来的 这个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其他总和收益 也同样切下一块 叫少数股东权益 那么少数股东权益这块 当然属于少数股东权益了 而我们说 属于母公司这一块 在恒报表中 才单列为其他总和收益的 当然了 在没编恒报表之前 在人子公司账上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 其他总和收益 比如说是100万 假如说少数股东 持有20% 母公司持有80% 进入合并报表之后 这个其他总和收益中的20 将变成少数股东权益 80%还留在恒报表中 较其他总和收益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外币报表的折算流程 首先是折算利润表 利润表折算完之后 折算出一个净利润来 然后折算的是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在所有的权益变动表中 留下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不折算 我们接下来折 私产负债表 在折算资产负债表时 你会发现 所有的资产和负债 用资产负债表日的 极其汇率一折 把资产负债折 完了其实资产负债表上的 所有的权益 也可以叫净资产 它就折过来了 那么都已经折过来 为什么还找这报表折算差额呢 因为我们发现 你确实能从资产负债表上 折出一个 叫什么呢 叫以基大本币反映的净资产 你拿折过来的资产 减折过来的负债 就是记账本币反映的净资产 那么有这个数之后呢 我们还发现 在利润表和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折算过程中 我们也已经算出了 十周资本 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为负债利润 对吧 那十周资本 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为负债利润 通过利润表和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我们也算出来了 但是我们算出这个数 跟你从自然负债表上 直接折成的这个净资产的数 两者可能有差额 怎么算这差额呢 用报表中直接折成的这个净资产 减去你算出来的这个数 最后的差额就 外壁报表折算差额 这个外壁报表折算差额 是谁减谁 一定要搞清楚 是你 直接从表上 用资产减负债 算出那数 叫净资产 减去咱所有的权益各项目 通过利润表和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算出这各项目的金额之和 减他们之后的差额 叫外壁报表折算差额 特别值得一提的事 那么对于外壁报表折算差额呀 少数股东应该分担的差额 按照少数股东在境外经营中所分享的份额 计算少数股东 分担的外壁报表折算差额呢 并入少数股东权益 列失于合并报表 这就是刚才说的 其实在合并报表中 那个外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那一块呢 是列到少数股东权益中去了 而合并报表中 留下的那个外壁报表折算差额 其实它就是指大股东分享的外壁报表折算差额 另外 企业存在实质上构成 对境外经营 境投资的外壁互并项目产生的 汇率差额时 在合并报表时 要分情况来处理 分什么情况 你比如说 母子公司之间 有一项长期应收和长期应付项目 一边是长期应收 另外一边是长期应付 假如这个项目 采用的记账本币与母公司一致 那么显然在子公司账上有个汇率差额 币种不一致有汇率差额 那么就把子公司账上那个汇率差额 在编横报表时 直接转到其他总共收益 那么反过来讲 如果记账本币和子公司一致 母公司账上就会有个汇率差额 编横报表时 把这汇率差额从财务费用转到其他总共收益 假如这个实质构成对外净投资的这个项目 它的记账本币和母公司子公司的都不一致 会产生两个汇率差额 这两个汇率差额呢 首先先抵消 抵消不净的那个差额 在转到横报表中 做其他总共收益 各自有的各自转为其他收益 两头都有的 把它抵 先把汇率差额抵 抵完之后 尚未抵消部分 再把它在横报表中 做其他总共收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